自要有参访团来访蓝阳别院的一楼大厅 就会响起亲切的欢迎歌 还有响彻云霄的鞭炮声 许多信众都会被这段热闹的迎宾排场给吸引 展开笑颜 参访别院 不过很多人也会纳闷 怎么蓝阳别院会放起鞭炮来呢 答案就在警卫先生的这个遥控器 参访团来访时 警卫先生负责在音控室播放欢迎歌 歌声唱到了一段曲目之后 警卫先生就会按下手中的遥控 接着就有这么响亮的鞭炮声出现 原来这是蓝阳别院特别设计的环保鞭炮 不但不会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很多人都说就像是真的鞭炮一样 你觉得这样环不环保 环保环保环保 怎么说呢 因为它没有制造垃圾 对对对 所以如果要放鞭炮很理想 对对对 真的太理想 刚才一把听着说 先说先带出来 先看着说 这样不容易理想 星云大师红法强调给人欢喜 也要有创意 蓝阳别院的环保鞭炮 不但让参访的信众充满欢喜 更看出别院师傅的创新 学税新闻苏珊玄 吴世伟宜 宜兰采访报道